iQ1 销售税呢 它是Sales Tax Sales Tax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马来西亚1972年的法令 相当成就的一个法令 再来呢 这个服务税 Services Tax 这个服务税呢 它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是1975年了 所以1972年又75年到现在 我想是40年前了 所以这些很成就的 当时 如果到2015年的时候 我们先讲2015年2014年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都知道有销售税吗 我讲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知道有服务税 为什么很多人知道有服务税 我们到餐馆去 我们除了这个 费 付这个 我们讲服务的一个费用 我们还有一个服务税 所以很多人都搞错了 所以当时消费税出来的时候 很多困乱 后来才理清 所以这个我们在餐馆用餐的时候呢 我们交的这个服务费呢 是给餐馆的10% 通常是10% 现在有些餐馆减到5% 甚至有些餐馆是没有收 这个10%是谁的 是给餐馆他自己的一个盈利 他很可能是跟员工分配 评分那些是另当一回事 但是在服务费之上呢 他有一个收费呢 那个叫做服务税 那是服务税 Service Tax 通常呢 这个是多少了 大概是6% 所以我们到停车场去啦 我们停车也是有6%了 然后我们给一些 我买房地产啦 给评估师评估啦 然后律师费啦 都是有6%了 我们到这个会计事务所啦 我们去审计啦 做这个税务的代理啦 这些都有6%的 然后记账呢 都有6%呢 所以很多人不难发觉有这个6% 但是这个10%的这个销售税呢 你就很难察觉有这个 这个已经在1972年已经实行了 他是在两种情况 大体上都是两种情况 就是你在本土生产的产品 还有你在进口的产品 都要有这个10%的 所以如果你进口一样东西100块 当这个我是讲Import 进口商啊 他他就要征税了 就被纳税被10%了 这个不是我们讲不是进口税啊 不是不是不是讲是Import 就丢不是进口税 他就给了这个10% 所以这110块了 然后到了这个厂家那边 厂家他生产 他生产东西 他拿来生产加工 当他生产的时候卖出气的时候呢 他又要被纳税了 10%了 这个叫做销售税 所以这个是重重贴 一直重贴 我们英文讲的比较技术 技术性的一个话语就是Cascading 他重贴了 叫了10% 等下在蛇那边又交蛇 蛇的10%就是一块了 他一直重贴了 这个重贴 你讲进口商会自己吸纳 不会 他就把这个税的 这个我是讲他的 他的累赘 这个负担 他就会传给谁 消费者 传给这个厂家了 厂家传给谁 就传给这个零售了 头盘商 头盘商那些没有的 因为不是他生产 所以他没有 他就传下去了 那头盘商传给零售商 零售商就传给消费者了 都有的 百分之十都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我实际上谈到呢 他这个呢就被 意思讲他不是被蒙蔽 他是一个隐形的 你看不到的intangible在里头呢 为什么你看不到 他不像现在的消费税 他比较透明式 在我们的罚票呢 当里头呢 他没有显示 这一个百分之十 没有显示 所以你是觉得 我给的是这个价格 然后给的是这个价格 这价格是没有税的 他是完全是错误的一个感觉 他一个感觉 因为我给当你看到这价格的时候 但是在消费税的时候呢 消费税的这个2014年的法令就讲 你成为一个零售商呢 当你卖东西的时候呢 你的单据呢 一定要有这个消费税明列 更明细 要给谁看到 要给消费者看到 所以你给的东西十块钱 然后呢消费税六趴 所以你就给十块钱 零六毛这样 这个你一定要有 然后政府就收这个六毛钱了 但以前的销售税修上有没有 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为什么不需要呢 他是 他是征收在哪里 在上端 上有 就是讲厂家那边 制造商 消费税呢 就是 他的名字都有讲消费嘛 消费税嘛 就是在消费的时候才征税的 所以 我们讲 消费税有征税吗 也有征啊 只是隐形在那里面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 这个误解也造成我们的 我们讲世界上的一个误解 你没有看到 你就不回去问 你有看到呢 你就要去了解 所以他大体上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现在有了消费税 难道那个百分之十是没有了吗 这个 这个 我们讲的销售税百分之十之前的 跟这个服务税也没有了吗 真的 他是没有了 那照理来讲呢 我们的价格应该降价 因为呢 这个百分之十没有了 他已经拿出来了 这两年已经拿出来了 都没有了 照理应该是降价了 然后再加百分之六了 所以在在伦理的一个上呢 他应该是降百分之四啊 如果是这样讲了 那 那 所以等一下我们谈谈 为什么人赢亿赢 价格暴涨 这个是很好的话题 我讲 所以消费税呢 他是代替这两种税 而不是一个新的税种 所以他也没有真正呢 增加这个物品的价格 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